金刚经上告诉我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什么叫有为的 凡是十遍的就叫有为 新鲜的是无为 十遍的是有为 有为就是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像梦一样 梦醒了痕迹都找不到 梦未显在梦中还是找不到 自以为找到了 其实确实假的 这个比喻比喻的太好了 太妙了 所以我们遇到一些困境 怎么想法了 梦花泡影 你妄想分别一些通方向 智慧就先去 就处理得很好 这是我们佛门当中说 佛菩萨明明当中价值的 你自己还没有救得 但是事情已经办好了 最重要的知道 假的不是真的 不能把心放在这上 放在这上面 错了 好事 好事美梦一场 坏事悟梦一场 无论行没有行 痕迹都找不到 佛就告诉我们 印作如实观了 对整个宇宙人生的看法 这样看法就对了 与世相相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